挑战在各种地方拆卡 今天在一个没多少车 经过的一个隧道里面拆卡 当然不是隧道中间 我是在这个隧道的路阶上面拆 这相当于是一个人情横道 行人是可以在上面走的 即使等一下有车 从这个隧道上面经过 我也不会有危险 我是确保我安全的情况下拆卡的 你们也不要模仿 你们千万不要模仿 等下我就是在这个路阶上面拆卡 是绝对安全的 今天我带的卡包呢 有黄金板 五元包 三元包 四皮包 还有奥特曼的小米肉 我就在这里拆掉吧 我要赶紧拆了 一会儿这上面还有行人经过呢 评论区还能这样玩 根本停不下来呀 那这应该不算是在隧道里面拆卡呀 这是在隧道里面的人行道上面拆卡 先来拆 三元 SR SR 希望今天在外面拆卡 给我做到绣号号号吧 其实我是一个射孔的人 在外面拆卡呢 需要很大的勇气 那也希望呢 你们把点赞给我点上 SR SR 五元包 SR 怎么回事 今天全是SR呀 是不是你们没有点赞呀 黄金板 LGR 太塔斯奥特曼 UR卡 皇帝贝利亚 一张黄金GP 罗属奥特曼 烈火心态 一些很满剧情 还有一包CB包 那我今天在这里拆卡呢 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 你们千万不要模仿 CB包 吉格诺凯撒 SSR 罗布奥特曼 SSR 阿古如奥特曼 威一型 一张3D卡 德凯奥特曼 强劲型 现在拆奥特曼 相比人哦 这是第七弹的 第一个 禁止骑士 一个普通款 下一个 迪迦奥特曼 强力型 也是一个普通款 还有最后一个 太焦的嘛 玉坤形态 这个颜色不一样 银色加金色的配色 是一个永恒款 最后一个 居然中到好东西了 今天在这个隧道里面 拆卡的运气一般般吧 但是像平时 我中到一个永恒款 运气还是不错的 刚刚我在这里 拆了那么久的卡 没有经过一个大车 刚刚只是经过了 一些小的三轮车 所以说我在这里 拆卡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我是在这个 执行道上面拆的 好了 我也要收拾一下 回扎了 那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把你们的点赞 一定要给我点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